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说起这事挺萌羞的 当时啊 我挺害怕的 就怕被抓 还想推脱本分 处处保全自己 后来我看了神的话才有些认识扭转 咋回事啊 给我们唠唠呗 可以啊 那是今年七月份 一天我刚聚会回来 一个姊妹匆匆忙忙来找我 说事务只是丘陵姊妹和一个教会带领 被警察抓走了 并嘱咐出门聚会 千万要小心谨慎 我心里一惊 我经常和丘陵一起聚会 还常去她家 我会不会被警察盯上呀 两年前啊 我心神被举报 派出所给我录了相 万一这次我被警察抓捕 那就是罪上加罪 这打不死也得八层皮 不一会儿 另一个教会带领来了 说她要处理杀后工作 让我教官扶持好新人 使他们在逼迫患难中能站立住 是啊 新人没有根基 这时候需要帮助扶持呀 嗯 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 这环境这么恶劣 还让我出去 这不是让我往枪口上撞吗 这时弟兄姊妹被抓后 遭受各种酷刑折磨的画面 就一默默在我眼前闪现 我心里就开始紧张 这警察手里有我的录像 我一旦落在他们手里 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的 我如果受不了酷刑当了犹大 不但不能蒙拯救 还得下地狱受惩罚 那我信神这些年 撇加舍业的花费 受苦付代价 不都前功尽弃了吗 想到这些 我只想藏在借贷下不出门 觉得这样能安全一些 但意识到 自己这些想法不对 在这紧要的关头 我胆怯害怕 总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不是自私吗 想到带领还冒着危险 去处理善后工作 他们要跟我一样 一有风吹草动 就躲起来当缩头乌龟 那这善后的工作 谁去处理啊 想到这些 我心里虽然胆怯 还是接受了 到了第二天中午 我又得知 一个接待家姊妹 和她的妹妹 两人被警察抓走了 我心想 我前段时间 还跟他们聚会 这他俩都被抓了 那我出门 会不会也被抓呀 我心里就很纠结 弟兄姊妹 还不知道 这两个姊妹 被抓的消息 我要是不赶紧通知 弟兄姊妹 也有被抓的危险 可去吧 我会不会被抓呀 这是紧急呀 如果通知不到 弟兄姊妹 就有可能被抓 是 想到这些 我就去通知他们 让他们 先暂时别聚会了 把神话语书记藏好 回来后我心想 这回 我可千万别再出去了 太危险了 没想到 到了傍晚 王斌弟兄来找我 说带领本男约好 今晚去他家商量工作 可他妻子刚被抓 他翻墙逃了出来 得赶紧通知带领 不要再去他家了 是啊 得赶紧通知带领 不然带领就有 被抓捕的危险啊 嗯 但这时 我更害怕了 这心里发慌 腿也软 心想 这警察要是在后面 跟踪丁少你 那我这出去 准让警察抓去 那些警察对待 沈选民的手段 那是极其地恶毒残忍 我又是他们 一直抓捕的对象 要是抓去把我打死了 那我再也见不到 孩子和丈夫了 可看看周围 除了刚从警察 眼皮子底下 逃出来的王斌 就是老姊妹 老姊妹快八十岁了 推脚不方便 而且天已经黑了 这个信 必须得我去送 嗯 我就赶紧跟神祷告 我想到 最近看到的 一段神的话 没有忠心的表现 就是处处保全自己 临到事就当缩头乌龟 等事情过去了 才出头露面 不管临到什么事 总是前怕狼 后怕虎 担心 忧虑 顾虑很多 就是不能站起来 维护教会工作 这是什么问题 这是不是没有信心呢 你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 你不相信神主宰一切 你不相信你的命 你的一切在神手中 你不相信神所说的 没有神的许可 撒旦连你的一根汗毛 都不敢动这话 你凭眼见判断事实 根据自己的小心眼 来判断事物 处处保全自己 但凡有一点危险 都不愿意做 人太爱惜自己了 因为怕死 怕受羞辱 怕被恶人陷害 怕落入任何的困境 就极力地保全自己的肉体 尽量让自己 不处于任何的危险境地 人这样做 一方面是人太诡诈 另一方面是人太爱惜自己 太自私 阿们 阿们 神神判断事的话 扎在我的心上 我感到很蒙羞 我就是神 揭示的这种情形 没有危险 一切顺利时 我口口声声喊着 神主宰一切 掌管万有 人的命运 都在神的手中掌握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 也要尽好自己的本分 为神站住见证 今天才看到 我喊的都是口号 想尽好本分满足神 只是个愿望 当带领 面临被抓的危险 王斌弟兄 让我去给带领送个信 但凡有点人性的人 都会考虑神家利益 赶紧去通知 可我自私诡诈 总考虑自己的安危 怕去送信 被警察跟踪抓捕 我就不想去 担心自己被抓 遭到酷刑折磨 看到自己 太自私诡诈 在这危险的时候 我丝毫不考虑 神家利益 和弟兄姊妹的安全 贪生怕死 苟且偷生 我这哪配成为 信神的人呢 想到这儿 我不再犹豫了 赶紧骑上电动车 去给带领送信了 嗯 见到带领了吗 嗯 两个带领接到信后 就没再去了 不过 警察的抓捕 并没有停止 随后 陆陆续续 又有弟兄姊妹被抓 教会多说弟兄姊妹 都暂时停止聚会了 但有几个新人 还需要我去交官扶持 我心里有些纠结 现在抓捕这么严重 新人聚不上会 不明白神的心意 随时都有退去的可能 是 可我又听说 警察拿着弟兄姊妹的照片 逼着被抓的人指认 只要谁指认三个人 就放谁回家 这万一有人把我出卖了 那我的处境就很危险 想到这儿 我心里很胆怯 我想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人能达到的 人就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做 剩下的就由神来做 神来主宰摆布 神来引导 咱们最不愁的就是这事 咱们背后有神 不但心里有神 还有真实的信心 这不是一种精神寄托 事实上 神就在暗中 在人的身边 时时与人同在 在人做任何事 尽任何本分的时候 神都在观看 神都会随时随地地 做你的帮助 保守你 保护你 人该做的 就是尽最大努力地 做到自己该做的 只要意识到了 心里有感觉 在神的话中看到了 或者身边的人提示到了 或者神给任何的信号 预兆 让你从中得着一个信息 这事是你该做的 这是神交给你的托付 你就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 不要做事不理 袖手旁观 阿们 阿们 神的话 给了我安慰和鼓励 我里面有信心了 明白了 恶劣的环境临到 正是神考验我的时候 神在观察着 我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受苦再大 我也要进到自己的中心 不受任何人事物拦阻 是啊 神是我的后盾 不管外界环境多么恶劣 大轰隆多么邪恶张狂 都在神的手中 由神摆不住在 越在这个紧要的关头 我越要尽好自己的本分 站住见证 羞辱撒旦 阿们 阿们 于是我乔装打扮了一下 去教管新人了 嗯 随后 我又听到 我们教会啊 陆续有十几个人被抓 我已经没有安全地夹呆了 走在路上 我心里一阵阵难受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这样居无定所 四处漂流的生活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弟兄姊妹 有的被抓 有的被尤打出卖了 哪个家都不安全 我现在能去哪儿呢 我默默地向神祷告 求神为我开辟出路 后来我想到神的话 你得实时记住 神与人同在 人有什么难处 只要向神祷告 寻求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你得有这个信心 你既然相信 神是万物的主宰 为什么临到事的时候 你还害怕 还觉得没有依靠呢 这证明 你没有依靠神 你不以神 为你的依靠 为你的神 那神就不是你的神了 阿们 阿们 神的话提醒了我 神是万物的主宰 只要人真心依靠神 神就带领人 依靠神 没有难成的事 是 想到这些 我有了一些信心 我就边走边想 我突然想到 有一个老姊妹家 环境合适 我就去了 老姊妹 也爽快地接待了我 这时 我真正地体会到 神不为难人 看人临到难处 有没有信心 去依靠神去面对 是啊 神是我们随时的依靠 是 一天 我交惯新人回来 去我之前住的家 问一些事情 没想到 接待的姊妹说 她家里 刚被警察搜过 让我赶紧走 我急匆匆地 就从小路走了 那后面 有没有被钉烧啊 我也担心 自己被钉上 这一路上 心突突直跳 心想 这警察 已经掌握了 我的信息 这次 我要是落入 警察手里 他们非得 打死我不可 我越想越害怕 这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 我不住地 跟神祷告 神啊 今天 我要是落入 警察手里 这有你的许可 我愿意顺服 只愿你 加给我信心和力量 加给我受苦的心智 站住见证 羞辱撒旦 阿美 祷告后 我想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死这个事 与其他的事情 在性质上 应该是一样的 都不由得人选择 更不是 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 他与人生当中 其他的任何一件大事 都是一样的 都是在造物主的命定 主宰之下的 如果一个人求死 那不一定死 求生 也不一定活 这一切都在 神的主宰命定之下 因着神的权柄 因着神的公义性情 也因着神的主宰安排 而改变 而决定 如果你只是喊口号 说要为神做什么 要尽好本分 要为神花费付出多少 这都没有用 当事实临到你的时候 当让你献出生命的时候 到最后一刻 你有没有怨言 有没有甘心 有没有真实的顺服 这就检验你的身量了 如果面临生命 要被夺去的那一刻 你很安心 你很甘心 你有顺服 没有埋怨 觉得自己的责任 义务 本分 已经尽到最后了 你心里很喜乐 很平安 你这样去了 在神那儿看 不是去了 而是在另外一个空间里 以其他的形式活着了 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 并不是真的死去了 在人看 这个人岁数不大就死了 挺可怜哪 但在神看 不是死了 不是去受苦了 而是去享福了 是离神更近了 因为作为受造之物 你所尽的本分 在神看已经合格了 你尽完你的本分了 神不需要你在这个受造之物的行列中 再尽这样的本分了 你的去在神那儿不叫去 叫收走 带走 或者说是临走了 这是好事 阿们 阿们 揣摩着神的话呀 我明白了 人的生死不由得人选择 求死不一定能死 求生不一定活 都在神的主宰命定之中 是啊 我也明白了 受造之物能为传扬 见证造物主拯救人类的福音 在大轰隆疯狂抓捕基督徒的 恶劣环境下 能尽到自己的责任义务 完成自己的本分 这是神喜悦的 是啊 想到历代圣徒为了传扬主的福音 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有的被石头砸死 被马托死 各种死法都有 在人看 他们死得很惨 但在神看 他们的死是最有意义 有价值的 是 而我临到危险的环境 就怕死 特别惜命 看不透死是怎么回事 不明白死的意义 到有一天 真落入警察手里 因着怕死 就能当犹大 背叛神 那就真成了千古罪人 灵魂体 都得受永久的惩罚 那才是真正的死 大红龙再残忍恶毒 他也只能残害人的肉体 我若真被警察抓住 把我打死了 这是为一受逼迫 虽然肉体死了 但灵魂依然在神的手中 想到这些 我心里也不那么害怕死了 感谢谁 我又想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在神的经营工作扩展期间 所有跟随神的人 都在尽着各自的本分 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 大红龙的镇压与残酷迫害 跟随神的路坎坷不平 都是异常艰难的 只要跟随神两三年以上 都能体会得到 每一个人所尽的本分 不管是特定的也好 还是临时安排的也好 都是出于神的主宰安排 有人被抓捕 教会工作受到搅扰破坏 尽本分人员明显不足 尤其是素质好的 有专业特长的人只占少数 但因着神的带领 因着神的大能 神的权柄 神家已经从最艰难的时期 走过来了 一切工作都开始走向正轨了 这在人看是不可能的事 但在神那儿没有难成的事 阿们 阿们 传播着神的话呀 我心里格外亮堂 不管环境多么艰难 神用他的权柄与大能 一步步带领个人走过来 就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 前面是红海 后面是追兵 在人的观念想象里 以色列民必死无疑 可神不允许追兵迫害以色列民 神就吩咐摩西 用杖往海面一指 海水就分成两半 露出了一条陆地 以色列民顺利地过了红海 等追兵过红海的时候 两边的水又合在一起 把追兵全都淹死了 这让我们看到 神的权能智慧奇妙作为呀 是 就如刚才 我要是走到姊妹家半个小时 就可能被警察抓去了 因着神的奇妙保守 我才安然无恙 认识到这些啊 我就跟神立下心志 神今天若是允许我 落入警察手里 我也愿意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真被打死了 这是为异数逼迫 是有意义的 是啊 想到这些啊 我心里很平静 我确定没有人跟踪 就赶紧通知 有隐患的弟兄姊妹 尽快躲藏 经历这次环境 你也生活不少吧 嗯 从这次亲身经历中 我看到弟兄姊妹 一个个被抓去 警察使用各种卑鄙手段 威逼利诱 酷刑折磨 还逼着弟兄姊妹 互相出卖 看到中共 就是惨害人的恶魔 邪恶透顶 可住可阻 是 我从心里恨恶他 弃绝背叛他 更激起我 跟随神走到底的决心 阿们 虽然当时也担惊受怕 受了一点苦 但经历过来 使我对自己 自私卑鄙的撒旦本性 有了一些认识 也看到了 神的全能主宰奇妙作为 对神有了一些信心 这次的经历 让我终身难忘 也是我生命经历中 宝贵的财富 是 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神